林峰不修蝙蝠内地走红毯 为郑凯火锅店站台 原来两人是好兄弟 原来这家火锅店是南星郑凯投资的 难怪林峰要去战场呢 相信这是很多粉丝都知道的 但是殊不知其实郑凯和林峰已经认识了差不多十年了 据悉郑凯和林峰在生意上还有一定的联系 知情人士爆料 林峰的弟弟在上海开了一家酒吧 这个酒吧郑凯也是投资人之一 直到有一次媒体采访林峰好友吴卓熙时 从他那里才走漏了一点风声 尤其是吴卓熙无意间说的一句话 没想到林峰这么快结婚生子 先说潘双双 拥有一个好身材的他不仅年龄小 还长了一张标准的网红脸 对于网友来讲他就是一个十八线的嫩模 他和林峰的这段情虽然一直没有被南方承认过 但是吃瓜群众也都不是傻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潘双双 林峰的人气和口碑也都下降不少 其次就是吴谦语 林峰和吴谦语虽然拍拖多年 两人中间也一度爱得吃蝉 但是最终都是以分手收场 分手后 吴谦语甚至被贴上了拜金女的标签 主要是因为有传言称两人交往期间 南方多次赠予他一些比较名贵的礼物